白人嘱咐用铅笔在卫生纸上做记号 只为了不让黑人女仆用厕所 在白人看来 黑人身上布满了细菌 和他们共用厕所会让他们生病 只是这个女人不知道 女仆明明每天自己带着卫生纸 和她共用着厕所 这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 明妮实在憋不住了 但黑人专用的厕所在很远的地方 最后她只能冒险去上屋里的厕所 明妮小心翼翼地揭开马桶盖 坐下然后上厕所 突然门外响起了雇主的声音 明妮见被发觉 就这样明妮被解雇了 回到家后就被自己的丈夫报答 不仅如此 原雇主西利夫人还在白人中散播谣言 说明妮是因为偷东西才被解雇的 这导致当地没有一个白人家庭 愿意再雇佣明妮 明妮的大女儿不得已辍学 学着母亲的样子去白人家里做女婆 明妮十分生气 这天她做了一个派送到西利夫人家里 西利夫人以为明妮来道歉十分得意 她大口大口吃着派 还说可以接受明妮回来工作 但是需要减少五美刀的薪资 然后她问明妮派里面究竟放了什么 能够这么好吃 西利夫人的妈妈也产想吃 明妮却不让 说这是为西利夫人专门制作的派 西利夫人迷惑不解要明妮分一块出来 最后 西利夫人的妈妈笑倒在椅子上 并让明妮快点跑 正因为如此 没过几天 她就被西利夫人扔进了养老院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密西西比 白人们表面道貌黯然 实际上对于黑人却持有不懈的态度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利夫人 她甚至出了一份提倡 要求白人家庭都秀一个黑人专用厕所 美其约是为了宫廷 实际上是因为对他们的厌恶 艾比是明妮的好友 也是一个黑人女婆 从她十四岁开始一共带了十七个孩子 现在她所在的白人家庭里 雇主每天只抱一次孩子 其他更多时候都是艾比在带孩子 小女孩晚上还是穿着尿布睡觉 但没有人会关注她 直到艾比上午到那里给她换下 这十个小时 小女孩都和她的便便睡在一起 因此艾比觉得这些白人十分不负责任 这次聚会上 她听到西利夫人关于厕所的倡议 默默咬牙敢怒不敢言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的出现改变了她们一生 斯基特刚从大学毕业在一家报社工作 她关注到了黑人的生活现状 并且想要做一篇报道 主编知道后让她先试着写一写 于是斯基特找到艾比想要采访她 但艾比拒绝了 这要承担十分大的风险她无法承担 直到这天她和咪咪通话 知道了咪咪的遭遇 听着那头传来的咪咪被打的惨叫声 艾比的目光投向了写着斯基特电话的纸条 于是第二天 斯基特将车停在两个街区外 把自己包的全副武装来到了艾比家里 家里第一次来了白人 艾比十分局促 她没有让斯基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 而是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 然后念给斯基特听 只是那些欢笑 都是孩子们带给艾比的 在过往的岁月中 艾比更多是痛苦 一如大多黑人女仆一样 她局促地擦了擦手 请求雇主把拖欠的工资发了 她的双胞胎孩子考上大学 但还差75美刀的学费 男主人听到一半就不耐烦地走了 女仆鼓起勇气 女主人吃笑一声 那不是免费工作 那是还贷工作 她叫助修脑的女仆好心给了个建议 女仆的泪水饮满了眼眶 几天后她在打扫时发现了一枚金戒 想起家里等待读书的孩子 她没有把金戒指还给主人 而是自己藏了起来 但她没想到西利夫人会发现此事 并让她得到了终身的教训 另一边西利夫人的前女仆明妮 终于在艾比的介绍下 去了被西利夫人一伙人所孤立的西利亚家里 西利亚为人单纯天真 对待明妮也客气 但有一点 她不想让自己丈夫知道自己请了女仆 所以明妮需要逼着男主人来 不然会有严重后果 尽管如此明妮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 她兴奋地去告诉艾比 结果一开门 就看见一个白人在艾比家里 斯基特对艾比的采访还在继续 艾比跟她说了很多故事 当明妮看见斯基特立马撇了撇嘴 明妮吃笑一声 斥责了斯基特一通走出门 但一出去她就后悔了 又转身回屋 他们在屋里讲了整整一夜 直到凌晨破晓 三个人都乐不可知 但两个人的故事还远远不够 主编至少需要12个人的故事 明妮让斯基特把他们两个人的故事 安到不同人的身上 但斯基特拒绝了这样就不真实了 她甚至有些想放弃 艾比突然又讲一个故事 她儿子被车撞倒 卡车碾过她压碎她的肺 白人公头把她的尸体扔上卡车 开车到黑人医院 把她扔到门口就走了 只是医生也无能为力 艾比把儿子带回家 她就躺在沙发上 死在了艾比面前 于是斯基特开始联系 其他的黑人女仆 首先就是希丽家里的女仆 但她拒绝了 家里的孩子马上要上大学 孩子们更重要 希丽夫人看到了斯基特 便问她何时才能刊登 黑人专用厕所的倡议 斯基特支支吾吾 事实上这件事已交给她很久了 但斯基特不愿意去做 终于在被希丽夫人逼得没办法时 斯基特打印出了这份倡议 但她想了想图改了其中一个词 就这一个小小的改动 便足以让希丽夫人崩溃 这个女人崩溃了 此时此刻她的花园里布满马桶 她哭嚎着将牌子搬走 外面围了一圈的人都在看她笑话 爱比一扭头 小女孩正坐在马桶上天真的笑 女主人冲过去抱下她 又狠狠地打了小女孩几下 在白人眼里用黑人用过的厕所 就是不干净的 为此他们专门给黑人修建了厕所 这个厕所逼着狭小 每每上厕所都会出一身的汗 久而久之上厕所也变成了一种酷刑 鄙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平权运动 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天晚上一个黑人被枪杀 为了保护白人们 爱比等黑人被直接赶下了公车 爱比感到深深的恐惧不停地奔跑 这种族骑士谁也不知道何时是个头 他一直跑到明尼家里 他们都很担心给司机特写的故事 会让他们万劫不复 甚至伤害到他们的家人孩子 两个人抱在一起相互取暖 几天后爱比等人照常下班 一下班车就有几个警察冲了上来 直接押走了希丽家的女婆 原来当初他捡到那枚金戒指后 为了凑齐孩子学费就去典当了 典当行的人觉得奇怪去查了一下 查到了这枚戒指的来处 警察粗暴地把女人扣在车上 然后 爱比看着都呆了 远处犀利夫人一脸冷漠 司机特听闻此事后立刻去了爱比家 一打开门他就惊呆了 一屋子的黑人女婆 他们之中有年迈的老妇人 也有年轻的女孩 司机特听了许多许多故事 看到了曾经他们那痛苦的岁月 甚至连自由也没有的人生 最后一个故事是司机特自己的故事 她是被一个黑人女婆带大的 那位老人在家里待了足足29年 司机特和她的关系深厚 但毕业回到家 司机特一直没有看见老女婆 母亲说老人辞职离开了 但司机特总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在整理了其他黑人的故事后 她便又去找了母亲 原来当初母亲成为了周管事 主席从华盛顿赶来在家里为她庆祝 可老女婆十分笨拙 引得主席厌烦 她甚至听不到外面的敲门声 最后是母亲自己去开的门 门外是老女婆的女儿来给她庆祝生日 母亲要她绕到后面厨房等着 谁知等她一回头 女孩就大啦啦地走了进来 面对一屋的一样目光母亲很恼火 为了维护自己权威 当场开除了老女婆 而后老女婆便离开了 司机特匪夷所思就这么一件小事 便开除了29年的老婆 她想要去找老女婆 母亲却叫住她说老女婆已去世了 你不可怕 我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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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机特写下了这最后一个故事 在发表前她有些犹豫 因为害怕会被人给认出来里面的原型 明依知道后一咬牙 就说出了她给犀利夫人做便便派的事情 司机特和艾比都惊呆了 明依让司机特把这件事情写上去 这样犀利夫人一定不会承认这是她 不会承认是这里发生的事情 最后这本书被匿名出版 指印刷了几千册却被抢夺一空 司机特把稿费分成13份 交给每一个黑人女婆 明依和艾比拿到钱非常高兴 无数的白人黑人都看了这本书 就连犀利夫人也买了一本 当她读到自己那不堪回首的经历时 直接尖叫出声 犀利夫人知道一定是司机特写出的书 怒气冲冲的过去找她 要告她诽谤 司机特也不慌 毕竟犀利夫人没有证据 而且 犀利夫人又去找司机特的母亲 她觉得司机特母亲一定会站在她这边 结果 犀利夫人还想争取一下下一秒 母亲把司机特带回屋子 她很高兴看到司机特如此有勇气 在知道司机特得到了纽约的工作邀约时 更是鼓励她大胆去追梦 这一天明尼去上班时 身后传来车声男主人进回来了 明尼回头看了一眼 就开始一边叫西利亚一边狂奔 原来西利亚已经告诉了男主人一切 而男主人早在第一天吃到不同的饭菜时 就猜出家里请了女婆 她很感激明尼因为明尼的存在 西利亚才会越来越好 男主人捡起东西 带着明尼并肩走回家 此时此刻西利亚已连夜做好一顿大餐 他们要好好感谢明尼 明尼十分受宠若惊 男主人温柔地为明尼 这一刻明尼获得了勇气 她后来带着孩子们离开了家暴丈夫 另一边爱比也离开了雇主家 但她是被迫的 西利夫人为了报复 勒令爱比的雇主将她开除 小女孩很不舍爱比但终有一别 后来爱比没有再做女婆 而是成为了一名作家 几天后他们一同前往教堂做礼拜 一进门便是雷鸣的掌声 爱比不明所以 人们把爱比簇拥到台上 送了她一本书一本签满名字的书 他们知道爱比不能签字 那就让他们来替爱比签下字 最后这本书被爱比送给了斯基特 如今的种族歧视被历史抛弃 是无数觉醒的凡人牺牲而来 而不仅仅是马丁路德金或者曼德拉 而是更多千千万万的平民 任何争取自由的代价莫非如此 牺牲之后的涅槃才是人生的真谛